影帝古天乐旗下的电影公司天下一 3月19日在香港国际影视展上举行记者会 介绍公司十多部重头新片 其中大家翘首以待多年的电影版寻情记 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 除了早就已经表明星际的古仔跟轩轩还有林峰以外 电视版中的主要人物全部重剧 包括饰演秦卿的郭倩尼 饰演善柔的滕立明 还有饰演赵倩的郑雪儿 只差饰演老矮的江华没有加盟 据说是不想破坏经典 但撇除剧情的修改 特别是制作的精细度跟电视版完全不一样 相隔了快20年 可以原班人马的再拍一次寻情记 这本身不就是一项创举吗 其实真的有一点困难 有一些他们的时间可能很难去配合我们剧家一起拍 还好 这是我们的时间调整比较好一点 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拍 另外很多粉丝除了对原班人马一起拍电影版非常期待和兴奋之外 也希望古天乐可以再开进口演唱主题曲 不知道年初才拿过我最喜爱男歌手的孤仔 会不会满足大家的心愿呀 应该不会的 有他吗 没有 还是不在唱 我想听 你想听啊 我不想听 模方全媒香港报道 今天我们想听